物价涨不停民众荷包大缩水 随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累计涨幅达调整门槛 现在除了综索税免税额扣除额及客税集聚外 明年退职所得免税额也可调高 估计退职所得免税额将从原本18.8万调高到19.8万元 根据试算若在2024年一次领受退职金 工作20及30年退休的民众 若金额在396万及594万以下所得额为零 我们就退职所得来讲的话 目前的调整对于中高所得比较有利 对低所得的人来讲 基本上他退职的时候他还是缴不到税 不管薪资就职都是一样的 除了退休足利多 遗产税六大扣除额上次调整时是2014年 至今年10月累计CPI涨幅达12.17% 超过税法规定的10%减制 因此遗产税中扣除额包括配偶 直系血亲被亲属 丧葬补助费 父母 祖父母 子女等扣除额都有所调整 调整后除免税额1333万元不变 配偶扣除额553万元 育有两子女有112万元 以及丧葬费用138万元 共计2136万元可扣除 只是以现金的房市 土地公告限职加上房屋评定价格 很容易就超过2136万免税门槛 如果遗产税可以再调高一点的话 对于一些不动产继承者的话 应该是好事 无感 年轻人买不起 过户给下一代的话 还是要扣我们税嘛 并没有说他调高 会减轻我们的负担 财政部表示将进一步 精算确切调幅 预计于今年底前 依实际调整情况对外公告 2025年申报适用 原则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